记得刚来这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 一定要把我的园子里种上很多很多的水果 所以在规划园子的时候 我就把一些边角的地方就种了各种各样的水果 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 经常就会问我 你的园子到底种植的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是靠什么营利的嘞 其实我的园子主要种植的是猕猴桃 它也是我想要实现盈亏平衡的主要的经济作物 当然怎么样实现营利 其实也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的园子里还种了几亩地的柑橘树 其他的水果都是三棵五棵的 有无花果 树莓 梨子 桃子 樱桃 还有柚子 我还种过苹果和冬枣 但是这个两个都没有成活 那个冬枣其实种了两年了 它也没死 但是也没发芽 我前两天剥开它的那个树干都是绿绿的 可能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江苗吧 这几天我的樱桃 梨子 还有桃子都陆续的开花了 我就看见有很多的小黑虫子 我就想到我们平时吃的水果里面 会有很多的小蛆虫 那些小蛆虫应该就是各种虫子的虫卵 所以我就想挂上黄板和幼鹰球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在挂这个黄板的时候 我就看见有很多蜜蜂在采蜜兽粉 当时我还在疑惑 这些黄板和幼鹰球会不会粘住蜜蜂 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把这个挂上了 我其实一共就挂了几个黄板和几个幼鹰球 回来就看见黄板上已经爬满了虫子 这个黄板还是蛮厉害的 但是也粘住了很多的小蜜蜂 所以这个黄板和幼鹰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来用呢